直播正式開始 這樣子來處理模本 是非常的精準 現在畫面看到的是平板 平板上面的圖檔 圖檔這是 唯利之道 剪讀圖版 在十幾年前做過一個 第一個版本的數位模本 那也有也有出版 像這樣子 畫面看到 在2013年 2013年出版 當時候用 文物出版社 2011年文物出版社的版本 來描模 電腦上處理 數位模本 最近我用武漢大學出版的 紅外線這個放大版本 重新再來處理 上次已經有錄影一集 中間我有寫了一些 在後面的剪讀 剩下應該是幾支剪而已 今天再來繼續處理 透過這個直播的方式 來紀錄 來錄影 如果有一些不太清楚的 也會切換到PC的筆電去查字 就像畫面我切到 這是我PC的筆電上面的畫面 左邊 畫面的左邊是影德式的搜尋界面 畫面切割成兩邊 這邊是影德式的搜尋界面 當我查到某個字的時候 我點這個頁碼 它就會跳到開啟你電腦上的PDF檔 好像這個盒 我們主要對照 它下面的右下角這個形 到底有幾種寫法 那在描摹的時候就可以來 看哪一個比較接近這個寫法 當然同一支檢 同一批檢或者是前後就比較容易 因為比較容易看到是斜者 或是輸者 同一個人 機會比較大 同一批 但也有可能是 就是師父跟徒弟的關係也有可能 比較熟練的跟比較生疏的 有時候一批檢也會 同一個題目的檢也會有看到 這一個就是方便我們來比較 這個筆畫到底是怎麼 筆順是怎麼寫的 然後如果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補上這個 不清楚的筆畫 這是在 我們在整理 像這樣子的數位模本的時候 需要 同時需要 對照的 考察 畫面都 切換 應該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繼續來寫 這個數位模本 如果有進來看到 透過這個直播看到 聊天室的 歡迎 留個言 測試一下 這聊天室 目前是在直播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上面 留言 如果 剛好看到 那我們準備 準備來開始寫 那這個字上次就是因為 不太清楚 所以我 中斷在這裡 在之前的版本 其實它是 用 魚 給魚的魚 作為 釋文 但是新的版本 看當然不是 這是第一支剪的 像這個畫面 看到 這是舊的 舊的的釋文 那個型就不對 那其實它應該是要寫成這樣子 獨作棋 走吧先把它寫完 好 獨作棋 新的 這個 立定是這樣子 我們繼續寫 如果有在直播上看到的 歡迎在聊天室 留個言 測試一下這個聊天室的畫面 有沒有正常 然後 原來的鹼只有0.7 公分左右 寬 這在我們上次直播有說過 上次的錄影 如果你要看 前一段的 可以搜尋 一樣 這個題目 這個標題是 歲五地勤儉 唯力之道的數位模本製作 第一 第一集 那目前在直播的是算第二集 看一下 如果以這個尺來看 這樣是7公分 7公分 那原來是0.7 所以等於放大100倍來秒 可是我們是更大 放大這麼大來秒都可以 沒有問題 那你會看說 怎麼好像還差一點點沒有那麼正中央 其實這個 當它縮回原來的這個尺寸的時候 其實那個一點點根本就看不出來 沒有什麼 差距了 因為這是放到很大的結果的 的描模 所以非常的精準 就是如果要做 我稱之為這個叫數位模本 用這個ipad 我們的清晰版的剪讀放在這裡 然後來描它的結構這樣子 這樣子來處理 模本 是非常的精準 這樣子的錄影紀錄過程中 你也可以看這個筆順 同時也在紀錄這個筆順 透過這個練習紀錄 來看說筆順 有時候不清楚的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 再把它處理得更清楚 像這個其實順序有時候我會 不是那麼 像實際在寫 因為這個放那麼大 如果真的那麼小 現在寫很快就 比較能夠用筆順來紀錄了 這也是大概而已 因為 有時候畫面那麼大 就是順著這個 筆畫的這個就沒有很明確的來 只是我應該是說紀錄是結構 把結構這個明確的記錄下來 像這個 筋它 右下角這個是一個單的這個型 所以我們要把單這個型 寫出來 而不是用 肉啊或者是月 那如果是寫 粥的話就是這個筆順 單的型跟粥的型 肉跟月 另外我有錄影片來講差別 那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繼續來寫 看能寫到哪一個階段 我們現在直播幾分鐘了 不知道效果怎麼樣 因為這個網路 並不是特別的快 如果效果還不錯 就應該會有機會會經常開 這樣子的直播來紀錄 就是這個 檢讀的這種 過程 做教學或者是研究 紀錄 這麼非常好 畫面看到的是用iPad 來處理數位膜粉 碎虎地勤檢為力之道的檢測 紅外線放大版的檢測 如果有看到直播的歡迎留言 目前還沒有人留言 測試聊天室 因為我剛剛自己有先到一段話在聊天室 畫面是有出來的 那如果有人進來討論 應該會測試一下順暢度 目前應該沒有人在線上 沒有人的話就作為一個錄影紀錄 這個就是因為錄影紀錄 實際上你在寫檢讀就不用寫到這麼大 剪讀學系的有兩種 一種是硬筆上的 那就盡量圓寸 最大不要超過一公分 超過一公分就沒有什麼效果 沒有什麼意義 另外一個是拿毛筆 當然就可以寫大一點 大概是八公分左右 或者是再更大 如果大當然比就要再選擇大一點 一般我們先用硬筆來寫的時候 就是不要超過一公分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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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forum 杨茜茜 參知ccc 這個聊天室的畫面是Youtube的 如果你留言就多一個畫面 我可以看這個 就是目前是有 線上就是用Youtube直播的 另外電腦上也有OBS也有在錄影紀錄 在錄影紀錄影中的音樂 待在錄影紀錄影中的音樂 稀釋放在錄影中的音樂 我會給掉 主要的音樂 要用來拍照 用來拍照 可以做到一齊 想要學這類的簡博文字歡迎私訊來信 不管是硬筆的或者是軟筆都可以 這個在書法的學習的跟其他的不同的書籍來比較的話 簡讀文字裡面的勤簡算勤文字算很容易入手 一開始大家可能都會覺得看不懂 看不懂也是可以寫 看不看得懂跟會不會寫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看不懂就一樣寫嘛 那寫幾次你就知道這個是念什麼 像這個字你一開始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字 我們跟你講這個是寡人的寡 菇肉寡文的寡 那你下次就知道 讀作寡是寡人的寡 不管任何古文字都一樣 因為一開始一定看不懂 就像甲骨經文 一開始也沒有人一開始就懂 一開始也沒有人一開始就懂 看不懂很正常 那就一次一次就把它擠 兩次就慢慢就擠起來 看不懂 主要是這種 情漢的這樣子的簡讀文字 它很好寫 那其實 文字的試讀性 也沒有像 經文甲骨這麼難 經文甲骨它是 有 沒有像這個 一開始就你還可以拆 這看得清楚 會以俱之 這個是會 恩會的會 也沒有 很難看得懂 字結構都還蠻清晰的 底下是沒有這個型 後來那個型是多的 比較晚的是 晚期的時候才加上去 一開始是沒有 底下那個 會不會 會不會 吧 會不會 也不會 提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有看到影片直播的 欢迎到YouTube上面留言 测试一下聊天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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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